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四月十五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二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最新听证会上余茂春以及博明先生 还有其他学者的最新证词表态 余茂春作为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胡佛研究所访问学者 在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上做出书面证词 他表示我今天的发言将集中在中国经济的独特之处 它是如何运作的 以及为什么它在一个剥削和挑战全球自由市场体系垄断政府下蓬勃发展 最后我将提出美国可能采取的行动 首先中国经济既有特殊性也有矛盾性 以及西方在维持中国经济方面有着作用 如果说每个美国人都应该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点 那就是它是一个由马列主义政党统治的共产主义独裁国家 该党致力于维护和加强其对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这个国家的一切权力垄断 并对自由世界发起冷战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但是与其他大多数共产主义国家不同 中国已经获得了全球自由市场体系的好处 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国际贸易资本市场还有先进技术的开放机会 余茂春提到二0二0年七月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进行演讲 描述了这种情况以及我们如何走到那里 他当时说我们的政策还有其他自由国家的政策 让中国失败的经济复活 却看到北京咬住了喂养他的国际之手 而余茂春说西方在创造目前的状态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但是美国太多的对话只关注我们自己的战略思维 而我想谈一谈太平洋另外一边中国的思维 余茂春说中国是一个由独裁的共产党政府统治的 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剥削着全球自由体系 现在我们最清楚的看到这一点 就是中国共产党利用其掌握的大量廉价和熟练劳动力的能力 这些劳动力却没有得到有意义的劳动保护 在新疆这是悲剧的发生地 党对人力资本的剥削并不是仅仅一项 列宁主义极权治理模式还意味着它可以掌握巨大的国家物质资源 有效推行高资本需求的标志性基础设施项目 比如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共产党对于权力的垄断 也让北京对金融资产实施严格控制 迫使非国有企业必须依赖国家融资和银行机构 任何敢于偏离这种依赖的企业 最终都会像马云的阿里巴巴一样 最近他的事情频频见诸爆端 马云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应该对希望向中国扩张的投资者起到警示作用 与此类似中国共产党也在毫不留情地进行货币管制限制资本流动 这使得外国投资者往往无法将利润送出中国 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投资者别无选择只能不断增加对于中国投资的注资 而中国消费者的准入往往受到限制 政府鼓励鼓动的排外情绪使得许多外国品牌成为疯狂的民族抵制和暴民行为的受害者 比特币时代的到来也给所有的央行带来了挑战 而中国则将国家货币的数字化 视为加强对本国人民监控颠覆美元主导全球贸易结算以及交易体系的机会 现在正在采取步骤探索这一机会 同时由于缺乏宪法对于私有财产和个人所有权的保护 许多不信任政府的中国人倾向于把钱转移出中国 但是货币管制严重限制了中国公民向国外汇款的能力 这给全球体系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 包括猖獗的洗钱活动 而当中国人民成功的时候共产党就会感到威胁 由于没有宪法规定的私产保护 那些在中国发迹的人往往因为太有钱太有影响力 而成为中央政府的打击目标 使他们受到任意的法外逮捕和经济损失 仅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就有不下二十七位中国亿万富翁被逮捕 罪名时而离奇时而甚至荒诞不惊 在美国我们为那些登上福布斯富豪榜的人庆祝 而在中国上了活润富豪榜就像被加入了暗杀名单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天生就有控制信息自由流动的冲动 透明度是党的大忌 包括在经济数据方面 中国共产党可以任意制定经济增长目标 尽管经济数据并不可信 缺乏透明度还危及美国投资者 因为许多在西方资本市场上上市的中国国有企业 也包含了这一种不透明 往往对自由市场国家的监管者和投资者隐瞒其财务记录 而银茂春最后说 最后我要回答的问题是列宁会说的问题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首先美国不应该再忽视中国共产党与自由世界制度之间的巨大政治和意识形态差异 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正在见证一场伟大的觉醒 两党似乎已经达成共识 而我的第二个建议是我们必须将这种新的觉醒制度化 国会作为美国人民的代表可以在这里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一步可以对中国的负面清单进行逐项对等回应 也就是所谓的外商投资准入清单 第二应该涉及到美国私营企业的对等性 国会可以建立一个机制 让他们对于中国的歧视行为进行投诉登记 第三是美国要再次认识到领导力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挑战不是我们该不该改变北京矛盾经济现实的问题 而是如果我们不改变他的行为 自由世界将被北京改变 而余茂春最后说 今天夏天我们即将迎来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 党的领导人多次表示 他们的行动是以你死我活的实施性斗争为指导的 党在中美交往的双赢的遮羞不过是一个大骗局 中国共产党的内核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中国和美国和自由世界的斗争不过是一场零和游戏 在地缘政治大国竞争的世界里 美国能够赢也必须赢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同一场听证会上来自博明的证词 博明表示中国共产党政权的野心对于我们来说真的不应该再是个迷了 如果我们听一听中国领导人用自己的语言对自己的党员说了些什么 并将他们的言论与行动相互参照 我们就能发现他们的计划就在我们眼前 博明写道中国上个月公布的最新五年计划将一个大胆的进攻性脱钩战略制度化 简而言之北京打算减少中国对世界的依赖 同时让世界越来越依赖中国 然后利用由此产生的杠杆作用 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北京的专职政治目标 北京战略的第一步是利用大规模的补贴 非关税壁垒 并持续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 来削弱中国从工业化国家进口的高科技产品 同时使得这些国家在高科技服务和供应上严重依赖中国 其次北京将继续从外部世界购买原料 但是他将努力确保从一个国家进口的任何产品 都可以很容易地被另外一个国家的相同产品所替代 这样的战略利用了中国的经济规模 同时利用了其他国家的经济脆弱性 正如习近平去年在一次具有开创性的经济政策讲话中所言 要充分发挥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半大式 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而在相关讲话中习近平还说 我们必须保持和增强在整个生产链中的优势 必须加强国际生产链对于中国的依赖 对于那些人为切断对华供应的外国形成强大的反制和威慑能力 博明写道不要被这看似防御性的措辞所蒙蔽 威慑几乎根据定义上来言就是一种进攻能力 而北京已经在表明他更愿意利用其经济杠杆的进攻性来追求其政治目标 博明举例澳大利亚当去年春天提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疫情大流行的起源时 这个想法几乎得到了世卫组织其他所有成员的支持 除了北京之外 而北京非常恼火开始限制进口澳大利亚的牛肉大麦葡萄酒和煤炭 澳大利亚三分之一以上的出口产品都要靠中国购买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允许不能向中国出口任何东西 但是北京方面并不满足于简单的提出这个要求 接下来的事情表明澳大利亚是北京正在实验习近平心的进攻性脱钩战略的一只实验小白鼠 在惩罚的澳大利亚企业几个月之后 北京公布了一份十四项争端清单 实际上是对澳大利亚政府提出的政治要求 其中包括要求澳大利亚废除旨在对抗北京秘密影响行动的法律 要求澳大利亚对其自由媒体进行限制 以压制批评北京的新闻 要求澳大利亚对北京在南海的领土要求做出让步 澳大利亚的苦难至今仍在继续 而它是北京为其他国家准备的一个不祥预兆 博明写道幸运的是美国我们的盟友以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已经意识到了北京的目标 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战略政策方针有很多的共同点 而博明说我认为有几项原则值得我们铭记 首先在美国通过的每一项预算 在国会通过的每一项法案以及在政府和产业界开展的每一项合作中 我们都应该先问一问 新措施是增加了我们在这一场竞争中的筹码 还是把筹码拱手让给了北京 其次必须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 如果不遏制美国资本向中国军工企业的流动 美国的任何反战略都不可能成功 不知怎的华尔街却忽略了这样一点 北京正在进行的是生存性的斗争 其目标是资本主义的最终消亡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 这是习近平自己的话 而同样我们应该探讨如何重振美国的反垄断部门 不仅用来对付美国公司 而且用来对付中国国家支持的垄断企业 这些企业对于美国工人的伤害至少是一样大的 最后一点我们民主理想的优点是 它不仅是我们争相保护的东西 也是我们工具箱中最锋利的工具 北京已经把他能够想到的所有东西都武器化了 包括贸易数据贷款社交媒体外交官 共产党没有办法有效武器化的是他自己所代表的东西 因为他唯一代表的就是权力 在这一场斗争中 我们绝不能忽视自己的价值优势 数据题外话 在川普政府的数百次行动中 政府对北京采取了多项措施 包括征收数千亿美元的关税 驱逐许多间谍 关闭领事馆 但是让北京统治者最难堪 也是最不愿意接受的就是 我们公开呼吁他们对自己的人民犯下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 这可以看到共产党的脆弱和灾难性的焦虑 国会在这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利用每一个机会向我们的企业 我们的盟友和我们的对手坦诚相告 告诉他们美国人代表着什么以及我们代表着谁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美国媒体Politico的独家报道 文章作者是迈克马斯特将军 他是川普时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 文章的题目是 为什么川普对中国下手这么狠 而拜登也会跟着下手 文章介绍二零一七年二月 当我在白宫夕议报道的第一天 我认为美国的战略能力已经下降 原因是战略自恋 将问题定义为自己喜欢的问题 并沉迷于自负 认为他人对于未来没有主张权 除了对于美国的决定和行动做出反应外 没有其他愿景 为了纠正这种倾向 我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必须将我们的审议 建立在历史学家萧尔所说的战略共鸣的基础上 理解情感意识形态和愿望如何驱动和制约他人 特别是竞争对手和敌人 很明显面对来自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国的威胁 需要美国政策从合作和接触到透明竞争的重大转变 二零一七年三月底我们安排了一次原则性框架会议 在定于四月六日至七日与习近平在马拉哥举行的总统峰会之前 为美中政策奠定基础 为了准备讨论当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亚洲高级主管博明 散发了一份与国务院政策规划工作人员 以及机构间政策协调委员会和其他成员合作撰写的文件 与川普政府第一年启动综合战略的其他框架会议一样 文件和负责人的讨论重点是了解推动北京行为的情绪 是愿望和利益确定美国的重要利益所在 评估以往政策的假设并提出美国新的政策目标 而在会议开始时我宣读了奥巴马政府对话政策的一段话 反映了美国多届政府对于中国不切实际的愿望 而当我环顾四周时我们要做的事情规模变得清晰起来 帮助美国总统实现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外交政策最大的转变 框架会议的时机很重要 因为有助于为马拉哥峰会设定现实的期望 这次峰会是在美国针对阿萨德政权进行空袭的状况下进行的 包括就安全问题和与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进行坦率 有时甚至是尖锐的讨论 但是没有人期望在峰会期间开启最新一轮战略和经济对话 能够根本上产生重大成果 中国官员似乎对他们察觉到的方针变化感到轻微的担忧和惊讶 但是他们似乎同样有信心 可以用即将实现自由化和在对美国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进行合作 这样不真诚的承诺 又使新政府重新陷入自满状态 但是他们错了 二零一七年三月的框架会议启动了持续的规划和努力 以争取两党对于新政策的支持 与所有的战略一样执行并不完美 但是我们的工作和总统的决定已经产生了与中国竞争的根本性转变 中国方面无意遵守国际法贸易或商业相关准则 中国的总体战略依靠的是国内外合作威胁 而川普时期颠覆了支撑中国政策的假设 此前我们假设中国会遵守国际规则 而实则正好相反 他们将试图破坏并最终以更符合其利益的新规则取而代之 在比赛中我们落后了 原来一直在起跑线上 而中国已经在前面奔跑 但是没有人想要战争 首要的目标是防止军事冲突 当我们在十三个月后离开国家安全顾问的工作岗位时 有很多我希望帮助川普实现的事情都没有完成 然而我深信对于中国采取竞争性的做法是重要的 得到了两党的支持 并很有可能在多届政府中继续下去 首先是人权问题 美国政府已经结束了自欺欺人的做法 但是有的时候贪婪却鼓励了倾信和道德上的自满 比如中国和欧盟之间的投资协议 部分是基于中国在二零一年加入世贸组织时 所做出的同样空洞的承诺 不管习近平说什么 其做法总是一样的 与他说的正好相反 在自由贸易方面 习近平与欧洲签署了全面投资协定 却在经济上惩罚澳大利亚 在环保上习近平承诺在二零六零年实现碳中和 而中国每年却在世界各地资助建设煤电厂 而说到人权习近平在发表有关于法治的演讲时 却把数百万人关进了拘留营 把党的力量延伸到了香港 并把加拿大人扣为人质长达两年多 说到国际主义 习近平宣扬合作的美德 却把世卫组织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拒之门外 说到未来习近平大谈命运共同体 而他的军队却在喜马拉雅山的边境上与印度交战 网络部队继续进行大规模的间谍活动 空军威胁台湾韩国日本海军海岸警卫队和海上民兵 试图对南海行使所有权 因此不要上当 美国籍盟友不应允许习近平以奥威尔式的颠覆事实的做法 逍遥法外 再为您快速关注到的是其他药文 根据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在中国一向为重症患者送去数十亿美元的金融科技创新 正在失去光芒并引起了监管部门的审查 为该行业最大的参与者马云的蚂蚁集团 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这项被称为互助的业务 已经有数千万陌生人插手小额资金 通常相当于每个月不到两美元 被遭受重伤或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严重中风 以及病毒等牟系疾病的人 提供高达四点五万美元的一次性支付基金 过去几年众筹中帐保障的概念 在互联网科技创业公司和巨头中流行起来 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为用户提供福利 并让人们与他们的应用保持联系的方式 金融监管机构却并不这么看 随着互助服务急剧流行 中国的银行和保险监督机构警告表示 该行业具有商业保险的特征 但是却没有受到商业保险的监管 可能给个人和公司带来风险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媒体财新的报道 根据报道2020年第一季度北京全市甲级写字楼空置率 进一步提高至百分之十六点六 环比上涨零点八个百分点并刷新了历史新高 文章介绍2021年北京有一百三十七点九万平方米新增供应入市 或将进一步推高全市写字楼空置率至百分之十八到百分之二十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台互动的消息 台湾领导人蔡英文在四月十五日在台北会见了美国总统拜登派遣的非官方代表团 台湾交部在社交媒体推特上面发布了蔡英文总统会晤美国代表团的现场照片 表示内容丰富富有成效 而与其同时台湾政府在四月十五日也公布了蔡英文与美国代表团会晤的内容 蔡英文总统致辞表示这是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第一次派团访问 他指出在拜登参选时已表达要深化跟台湾的关系上任以来美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 蔡英文总统感谢拜登政府多次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并表示近来中国大陆频繁派遣军舰军机在周边海空域进行军事活动 不仅改变印台现状也威胁区域和平稳定 台湾非常愿意同美国等共同守护印台区域的和平稳定 并且阻止冒进挑衅行为而多德则表示拜登政府是值得信任的政府和朋友 他有信心拜登政府会协助台湾拓展国际空间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芯片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在今天台积电的CEO魏哲嘉在电话会议上表示 关键半导体的短缺问题将至少持续到今年年底甚至是明年 此外台积电的CFO在电话会议上则表示 继今年前三个月支出八十八亿美元后 台积电目前预计今年将投资大概三百亿美元 用于产能扩张升级 高于之前预期的二百五十亿美元到二百八十亿美元 CEO魏哲嘉表示 我们认为芯片需求将持续高涨 短缺情况将持续至今年全年 并有可能延长至二零二二年 我们下期再见